我们绿色线拿出来以后 找到引拔针的针目在这里 引拔针往右边第二个针目穿进去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我们立出来两个辫子针 一个辫子针 两个辫子针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勾出来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进去 同一个针目 好 勾出来 绕线同时退出这三个线圈 一个中长针完成 接着我们再勾出来四个中长针 两个 好 引拔针的针目不勾 从这个下一个针目里面来勾 三个 四个 好 再来勾一个 五个 加上我们刚才勾的这一针一共是五个中长针 勾完以后我们立两个辫子针 然后反转支片 反转支片了以后呢 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再去勾一个中长针出来 完成以后我们这个线不要剪断 然后把这个线圈拉大 好 把这个花片从这里给它拉出来 这样子去打一下结 把多余的线头剪掉 如果说你想就是所有的勾完了以后再组装呢 注意这个线要留长 留出来你花杆三倍的长度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后面去绕花杆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花心的勾子方法 这个花心比较简单 我们下面开始演示 首先起针和花瓣的起针方法一样 我们是环形起针 绕一个圈 好 勾针穿入到线圈里面 勾出绕线勾出来 再绕线勾出来 这里不算一针 我们环形起针起出来六个短针 勾针穿入到线圈 好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 两个 一共起出来六个短针 起针六个短针完成以后 我们拉紧线圈 好 和第一针位置 穿进去 做引拔连接 勾出来 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接着我们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也是勾六个短针 我们后面就是不加不减的 重复勾支 勾十二圈一共 每一圈都要去做引拔和起力 每一圈 都是一样的 六个短针 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这样子去重复的去勾支 这个花瓣的话 这个花心就是它起针的有点小 可能捏的时候不太好捏 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 去勾完十二圈 勾了第二圈以后 这个地方它是有点 弯的 我们把它折过来 把这个正面给它朝外 反面 给它朝里 好 然后再和第一针去做引拔 这个线头藏了几针以后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藏了 后面就这样接着去勾就行了 我们十二圈完成以后 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长条 好 把这个线剪断 这样花心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拿出来花杆进行组装 先在这个花心里面 这里 去给它打一些胶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花杆戳进去 好 这样子就固定上面了 接着我们拿出来花瓣 大概就放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然后再花心 这里也去给它打一些胶 好 这样子 粘上去 然后我们 在底部这里 花瓣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一个情况 想让它开一点呢 我们这里就粘得不要太紧 想让它 就是 紧一点 我们就稍微给它粘得紧一点 主张的花瓣形态 根据我们自己需要的情况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 线 在花杆上 去固定缠绕就可以了 一直缠绕到底部 缠绕到底部以后 我们在底部去打一些胶 然后固定一下 然后断线 这样子一只马蹄莲就完成了 下面开始编织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就像我们下期视频 期待 怎么会有什么 但是 你